聯合國第二十六屆氣候峰會 星期天在蘇格蘭格拉斯哥開幕 為期兩週的議程 有將近兩百個國家 上百位領袖與會 共同應對日益嚴峻的暖化問題 因新冠疫情延期一年的Cup 26 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 第二十六次帝月方會議 十月三十一號 在蘇格蘭最大城市格拉斯哥開幕 英國內閣辦公室部長夏爾瑪 從智力環境部長施密特首中 接下本次大會主席一職 他在開幕式上強調 這場峰會是按照巴黎協議目標 將全球升溫幅度 控制在設施一點五度內的 最後與最佳希望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 WMO在Cup 26記者會指出 過去七年將成為有記錄以來 氣溫與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 都最高的時期 海洋吸收二氧化碳 造成酸化的情況 至少是兩萬六千年來前所未見 按照目前的軌跡到二一零零年前 海平面升幅可能超過兩公尺 恐將造成全球約六億三千萬人流離失所 極端氣候將成為新常態 壞事實在說 我們已經達成為無敘酷地の酸化碳 落成地溫中氧化碳 雪很好 兩年內未來 但這い稿生物流離失所 變成為日常生物 如果成功達成為 進展成為酸化碳 在2050年 這是一個很具欣勞的目標 十一月一號開始 各國領袖將在議場上闡述 他們為遏止溫室氣體排放 與因應氣候變遷影響所做的努力 溫室氣體排放量 佔全球八成的二十國集團 在剛結束的羅馬高峰會 共同聲明 同意逐步減少 新的離岸煤電項目投資 處理甲烷外洩問題 但對廢除高污染性的燃煤 以及碳中和的確切期限 卻未達成故事 依賴環保團體嚴厲的批判 恭喜新聞網紅編譯